二月中学后,南方从一语绵绵进入了暴雪季,从浙江到广东都在下雪,这在往年使难得一见的雪景,2022年的春季居然变成暴雪季,为何今年会连遭暴雪? 微博号新浪泉州发布了一条动态,福建北部大到暴雪,其中建欧寿宁积雪深度达10厘米,这是福建自2010年12月以来最大的一场雪。 福建宁德,三明,南平以及福州和龙岩西北部都出现了降雪,而最强的降雪则出现在宁德寿宁,也就是尚文积雪10厘米,这在南方地区真的非常罕见。 当然这个热闹也少不了浙江,在温州山区也出现了大雪,截至到今天11时,泰顺县各乡镇均出现不同程度积雪。 2月2日上午86分,泰顺县吉祥台发布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,该县也已经启动雨雪冰冻灾害二级应急响应。 各相关部门对本轮降雪做出了积极应对措施。 交通部门根据气象预报和道路情况,及时对县域道路撒盐,清理积雪,目前已对20多条道路进行交通管制。 此外,教育部门根据气象预报,已于早上7时发布停课通知。 温州也下雪了,简直就是奇迹,南方人就是这么稀罕下雪,北方人下雪家常便饭,南方人见雪就像过节一样,只是雪下点,风拖下,气氛就好,千万不要暴雪影响了出行。 广东呢?当然也下雪了,据吉木新闻报道,2月19日冷空气全面影响广东,19日早晨,清远市联州南风澳出现降雪,路面有积雪,联山金子山出现五松。 19、22日,清远各地最低气温1-5摄氏度,高寒山区-3-0摄氏度,多地有飘雪,部分地区路面雪的厚度达到3厘米。 韶关多地则出现大雾,冻雨和路面结冰现象。 广东这次低温冰冻天气,非但没有让大家唉声叹气,反而迎来了冰雪旅游热,原因是同样的,南方人真的没见过大雪,去北方看雪和在家乡看雪,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。 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像小孩子一样,跑出去上雪景,看冰卦,看无松。 南方人很少见到大雪这个,让北方朋友见笑了,但在南方大雪背后却隐藏一个难解的疑问,多年不见雪的南方,为何今年突然大雪? 有人说,汤家火山喷发终于发威了,真的是这样吗? 汤家火山喷发,到底是变冷还是变暖? 1月15日,汤家的胡啊哈阿派一岛的火山剧烈喷发,其喷出物直达20千米高度的平流层,此后汤家全境失联,当然数天后恢复通信的汤家国内一片狼藉,到处都是海啸过后的惨象。 还有火山灰,覆盖了几乎能看到的所有地方。 火山喷发后,很多业内人士就担心汤家火山大规模喷发后将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,因为汤家火山的位置非常敏感,位于能影响拉尼纳现象的海域南侧,因此各国都对拉尼纳现象的走向做出了预测。 火山喷发为何会降温? 火山喷发会向大气层输出大量热量,但它中机效果的确是降温,因为它喷发的二氧化流形成的气溶胶会反射阳光,导致地面吸收的辐射能降低。 这显然就降低了地面的温度,这就是导致地面降温的主要原因。 2022年1月19日,央广网的就发布了一篇标题为《汤家火山喷发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》。 专家,我国夏季雨代或偏南,中国迹象科学研究院气候与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,研究员祝从文表示,火山喷发一般会对未来一到两年全球和东亚气候产生持续影响,大概出现0.3摄氏度左右的降温效应。 从这这个推测结果上来分析,《汤家火山》似乎与我国南方暴雪还真有一些关系,但祝从文副所长的结论也很明确,这个火山喷发影响气候要在未来1-2年内才会显现,或者说没有那么快让大家看到降温的结果。 看来这个南方暴雪还是另有结果。 拉尼纳现象威力不减。 拉尼纳形成冷冬这个概念在2022年让大家见识了,是不是冷冬还不好说,但暴雪至少是见识了,拉尼纳会导致溪态升温,形成的上升气流会在负热带高压位置形成下降高压,压制负热带高压,从而导致负高减弱,而北极寒流大举南侵,这就是形成冷冬的基本要素。 东亚负高弱就会导致北极寒流大举南侵,而负高疲弱的冬季与春季,水气只能徘徊在南方,两者相遇,不是下雨就是下雪。 从2月21日中午,风云4号的卫星云图上看,南下的冷空气极度向南深入到了南方多省,甚至向南蔓延到南海和中南半岛深处,而截至今天下午5点为止,广东珠三角的大雨已连续下了68小时。 更南方的区域下雨,韶关的广东北部地区下雪,在北的福建和浙江也遭暴雪,湖南云南贵州,湖南江西浙江等省无意不是如此,中央气象台发出暴雪预警,一上来直接就是黄色。 各位南方的朋友,如果当地暴雪,那么切记注意安全,不妨待在家里赏赏雪景。 感谢观看